講講二十大的一些消息 環球時報就訪問了一位美國人 這位美國人原來是中國通 他是1989年第一次去中國 在過去幾十年 他和他的團隊 就是中國走訪了一百個地方 去做資料搜集 去訪問當地的居民 去做一些調查 也深入貧窮的山區 去看一看了解當地是怎樣脫貧 他最近接受了環球時報訪問 他有些總結 他得出有幾方面 中國共產黨究竟他的領導 究竟有什麼特性 為什麼可以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特別是過去十年 這麼成功 環球時報也問過他 其實他看到中國的這麼多故事 他覺得哪一件是令到他最震驚的 最佩服的呢 他就說是關於脫貧的故事 首先看看這張照片 這位美國人叫做 Robert Lawrence Kuhn 我們叫做庫恩 庫恩先生 庫恩先生 原來他是一個中國政府的長期顧問 擔任中國經濟政策相關方面的顧問 也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戰略和交易方面的長期顧問 由擔任中國政治經濟商業金融哲學科學的評論員 他著作就有一篇著作就是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原來就是他寫的 好了 我們看看最近環球時報 對他一個訪問 他就說了什麼重點呢 他就說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基金的 就是美國的富恩基金會主席 他用回自己的名字 他就說 中國穩定性是世界經濟的壓倉石 另外他也提到 中國領導人對人民非常負責 這個就是下面另一個人說的 就是新西蘭的前總理 我們說回庫恩先 庫恩就認為 二十大指引的方向 將會成為新時代中國的主軸 這個就不單止是說 未來五年的一個政策 甚至乎他認為 這次二十大所說出的一個路線 將會是中國繼續的發展 直至到建國一百年 即是二零四九年 即是未來的 現在說的是未來的二十七年的發展 大綱呢 都會在這次二十大那裡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指引是去到哪裡 好了 說回脫貧這件事 富恩原來曾經多次到訪中國的貧困山區 對中國的脫貧事業進行研究 他認為中國取得巨大成就 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 他特別強調 現在世界面對不確定性 是不斷增加 而中國有三個特性 就是最重要的 哪三個呢 第一 穩定性 第二是延續性 第三是可預測性 就是這三個特質呢 將會為世界的地緣經濟呢 就是提供一個壓倉石 為世界注入更加多的穩定性 那他提到呢 他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 1989年的一月 過去三十多年呢 他就是和他的團隊 他不斷地去找很多資料 講很多中國故事 那他特別是說 他很佩服中國怎樣可以 有系統去消除 絕對貧困的這個過程 那他就說 在過去十五年 特別是過去十五年 他就和他中國的partner 有一位叫做朱亞當 一起訪問了中國一百多個市 另外還有大量的縣 和鄉和村莊 那在這些調查 研究訪問當中呢 他就是搜索了資料 跟著就寫書 跟著就拍紀錄片 那樣 那樣 他認為自己呢 他已經是很了解中國的了 就是他去過一百個城市 又去到這麼多縣 這麼多村莊 但是當他去到真真正正最貧窮 最偏遠的山村 山區最貧窮的地方的時候呢 他才意識到原來脫貧 真的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麼他去到這些貧窮村莊的時候呢 那麼他就說 就是他看到當地的情況 那麼他就說 有很多人真是窮到是 就是 每人是 賺很少的錢 甚至乎是不夠糧食 就是很多山區根本是不適合種農業 有很多是根本是沒有書讀啦 小孩子要出去要上學 那麼可能要走很多個小時才可以去到啦 那麼就好了 那麼他就說呢 特別看到這些山區這些這樣的地方的村民呢 都竟然可以呢 最後呢 是脫貧成功 那麼當中的故事呢 就是包括 譬如有些人呢 就說 通過呢 搞一些叫小微企業擺脫貧窮 有人就遷徵到去城市的郊區 那麼他們當中有一些是疾病的患者 和弱勢社群 需要社會保障支持 那麼這一方面呢 全部呢 在過去那十幾年呢 全部都到位呢 是成功到 成功地幫助到他們 消除了絕對貧窮 那麼 那麼 富恩就提到呢 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方面呢 是有 是有三個方面 令到這個脫貧是成功的 三個方面是哪三個方面呢 第一 中國共產黨採取的行動呢 不單單是 發佈指示或者聲明 不是說就這樣做個公佈出來 你脫貧啊 你想想怎麼搞 不是就這麼簡單的 而是呢 是中央 開始發號司令 然後呢 經過層層的組織結構呢 來切實推進和執行相關的計劃 在中央開始 跟著就去到 省、市、縣、鄉鎮和村 這五個層層的級別 這樣去落實去每一個步驟 而每一個層的級別呢 即是每一個省、市、縣、鄉鎮和村 這五個級別呢 每一個級別呢 都有直接負責的黨委書記 或者是村的書記 那就通過這些這樣的 黨委書記和村的資書 叫做資書 那就在資詞那個資 書記那個書 就在脫貧方面工作呢 他們基本上呢 將這個脫貧工作 作為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那麼就 他 富恩就明白到呢 他說基本上呢 這些這樣的書記啊 或者資書做的事情呢 就是為了脫貧呢 就是他把最重要的任務之餘呢 絕對不是呢 就是做秀 或者是當富恩去訪問的時候呢 就做一些特別的 表面上的功夫去做給他看 絕對不是 而真真正正正是落實去做的 好了 那麼第二個方面呢 除了第一個方面呢 真的是落實去做 層層去做 第二個方面呢 就是說原來 習近平主席呢 本身呢 他都去過很多這樣的貧窮的村莊去訪問 那麼跟著就去到那裡呢 就會直接去鼓勵當地的幹部啦 定期走訪貧困地區 和當地人民直接交流 那麼富恩認為呢 習主席這些這樣的公開活動呢 是為了其他領導人和官員呢 他都會去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好了 第三方面 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就是搞這個脫貧這麼成功呢 他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動員能力 能夠動員起整個國家的人力 物力和資源 其實呢 對比一下呢 我們看到呢 中國在處理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間呢 當譬如有一個地區出現疫情 譬如最初是湖北 這樣 那麼我們看到呢 是來自全國總動員的動員能力 是非常高的 我們看到呢 很快就有來自全中國的支援 那麼其實類似這個模式呢 也都在脫貧當中呢 是有 我們看到是類似模式 就是說呢 譬如在脫貧當中 是中國的東方 就是東部的地區比較富庶呢 就會是對西部的地區 比較貧脊的地區呢 進行一個長期的扶持 就是 一個地區 很願意幫助另一個地區 去當有需要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全國總動員的能力 也都是共產黨在行動的成功的地方 那就是總結一下 就是說 三方面 三方面 就是為什麼這麼成功 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 中央的指示的行動可以落實到去 每一層地落實去 第二個就是 習近平主席的 本身的身體力行 作為一個很廣仰 第三個就是 整個共產黨的動員能力是很強的 這就是成功的原因 那就是 富欣也總結就是說 其實他看到的 中國共產黨這個是 那三個特性 剛才我講過 就是 可延續性 穩定性 和可預測性 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是 為什麼可以 現在中國 過去幾十年 發展是這麼成功 那他 那當然環球時報 也都會 問了他一句說話 就是 那你覺得 現在 富欣你覺得 你在中國這麼多年經驗 都看到這麼多東西 那你覺得 中國這個 共產黨這個 這個 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 是否可以推廣到全世界呢 或者 作為一個榜樣 那富欣就說 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特質 但是 中國就找到他這個 這樣的 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證明是成功 那也都可以 作為其他國家的一個 效法的一個榜樣 那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想說一說 作為一個美國人 在香港 在中國幾十年 他看到他真正的東西 也都是 講出了一個重點 究竟 為什麼 中國 過去特別是那十幾年呢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穩定性 可預測性 延續性 對一個政黨 是很重要的 推行這個政策 不是像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那樣 以民主為口號 但是 永遠都是 所謂領導人 所選出來的領導人 都是很短視 和為了爭選票 是可以做不擇手段 是可以妄顧自己 人民的利益的 好了 接著說第二個題目 哇 這是什麼 這是簽二十 簽二十 那麼 央視最近呢 就有一個節目 有一個頻道 叫做軍事科技 那麼 出現一個是 簽二十這個鏡頭 那麼 令人興奮的是 除了簽二十呢 是有兩個座位 我們看到 不是一個座位 就是說呢 有兩個飛行員 一個是負責駕駛 一個呢 就在後面 支援 那麼你會問 戰鬥機 一個人駕駛 另外一個做什麼呢 其實呢 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會聯想到 我記得以前 如果看一些戰爭片 美國的軍閘機 好像很久以前 都有手傷人 我記得 一個就是駕飛機 一個就是拿著機關槍 就是掃射的 我記得 我以前看戰爭片的時候 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簽二十呢 發展到呢 就是 都是了 我們雙座位 一位呢 飛行員主要是 炸飛機 另一位做什麼呢 嘩厲害了 看回這幅圖就知道了 央視今次呢 就弄了這幅圖出來 就看到一架簽二十在前面 後面呢 跟著呢 就有兩架的 隱形戰機 那這兩架隱形戰機呢 是無人駕駛 就是隱形無人駕駛 變成隱形無人駕駛 那這個隱形無人駕駛 就應該是 那個型號呢 就是 簽十一無人駕駛 應該就是 在早前呢 那些軍事展覽 那裡 展示了出來 你看到呢 好像沒有機翼那樣的 那另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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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藥倉呢 就是隱藏了在肚子那裡 那如果需要的時候 就在肚子下面 就開門 就可以 放這個 彈藥出來 或者進攻 那這樣 那這個設計呢 就令到他 真正可以 更加 就 做到 隱形的模式 那你見到 就是說 原來呢 隱形的 殲十一戰機 已經可以跟 我們的 殲二十雙座位的戰機 一起出現 那 軍事專家就說 其實就是 兩個飛行員 一個駕駛 另一個飛行員 就是負責控制這些 這樣的 殲十一 無人機 一起作戰 那你就 立刻可以聯想到 咦 我們一直都覺得 軍炸機 一架一架起飛 就可以作戰 但是作戰得來 你還是只有一架飛機 而已 那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 雙人的 殲二十飛機 軍炸機 那 前面的駕駛員 就負責駕駛 後面那位 原來就是主要 可以 就負責 控制 一架的 無人機 這裡就 展示了兩隻 出來 但是理論上 它是可以一隻 殲二十 帶著十幾二十隻 殲十一無人機 所以 我們要去做作戰行動 或者 偵察行動 搜集資料行動 將這些數據 傳回去 其他的單位 譬如說 傳回去航空母艦 傳回去指揮中心 或者傳給其他 千二十的 戰機機師 從而 從而 你就想 我其實根本 將來 發展到 如果真的有空中的 戰事 發生的話 我做一架 殲二十 然後 做一堆的 殲十一無人機 跟著它 兩個人已經可以控制 一堆的飛機去進行攻勢 你會想想 那個 那個放大 那個倍數 是多麼厲害 是嗎 就是 現在 昨天 大家都看到新聞 你會問 機庫呢 就被廣泛地軍炸 是被什麼軍炸 就是無人機去軍炸 就是現在那個最新的 空對地的攻擊 已經很多時候由無人機去控制 如果今次我們看到這樣的模式 就是殲二十一架飛機 雙人座位 帶著一堆的 殲十一的無人機去作戰 將來這樣的作戰模式 厲害了 正正是這樣 我們看到中國的航空工業 現在就是敢於創新 現在是嘗試著其他國家 從未做過的事情 所以證明我們中國的軍隊 現在是逐漸成熟和強大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了智能無人 裝備領域的佼佼者 依靠著什麼呢 人工智能 大數據 物聯網等等的技術 國產的無人機 裝備 現在就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些組合 相信 無論空對空 空對地的攻擊 將會放大了效益 將會放大了很多倍 那我就看到一個發展 在另一方面 中國又看到一個很成功的 突飛猛進的發展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布石樓台 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布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